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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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考古不是盗墓 光挖掘相当于78个故宫大小的秦始皇陵 就得600亿费用 专家组也专门联系了皇陵的设计者秦相李斯 想咨询他如何打开地宫 但是李斯的经纪人一直未接电话 法家大佬商鞅指出 没打开才叫秦始皇陵 打开了那就是博物馆 少年强则国强 身体强则活得长 周朝最后一位天子基岩 坚持每天八分钟阶梯有氧运动 活到了一百多岁 再为时间五十九年 比营记 营柱 艺人 加在一起都长 在此周天子呼吁大家 增强人民体制 从跑步做起 自从坚持阶梯有氧训练 现在一口气爬五百个台阶都不费劲了 追债的都跑不过我 nice 第四集秦武王赢荡 和周公鸡蛋之名的口水战 牵扯出很多历史上真实存在 且有毒的人民 来看看具体有哪些 东汉末年 吕布仗下名将 郝蒙 魏文侯之子 战国初期魏国国君 鸡鸡 唐朝五周时期 著名酷吏 莱俊臣的父亲 莱操 晋文公之子 晋成公 鸡黑豚 晋朝时期 突发鲜卑族首领 突发树鸡能 晋献公的妾室 晋文公宠儿的母亲 胡继鸡 春秋时期 晋国大夫 鸡鸡 春秋晋国大夫 晋文公的舅舅 鸡毛 由宇文课本里 终极boss 御用粉派秦王之称的 秦昭湘王迎记 正在各大中小学 巡回牵授 由自己搞起半边天的 成语故事 玉蚌相争 鱼翁得利 得寸进尺 完璧归赵 价值连城 鸡鸣狗盗 平步青云 窃福旧赵 据了解 跟他相关的成语 多达上百个 能和他一较高下的 恐怕只有 东汉的刘秀了 好 插播一条快讯 他们无私奉献 战功显著 为国为民 恭喜商鸡变法 魏鸢 连横破裂 张仪 战神 白起 神医 点阙 六国推土机 王俭 巴蜀第一女企业家 广父亲 大秦第一勇士 蒙田 秦始皇陵设计者 李思 普通秦军将士 黑服语精 入选公元前 二二一年 大秦年度十大 感动人物 最后 大家期待已久的人气选手赵高 将在大秦帝王对话第七集 与观众见面 好的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